好,下一套,下一套當然是由樹林說的啦,因為那套是什麼名字? 愛情喜劇嘛! 你說校園愛情喜劇的,當時是 是,校園愛情喜劇 是啦,即是其中一個士妹妹由美控樹林主角,猜猜 其實這套... 說!說!說! 那,我們... 新版的時候就說到,就是這個... 我終於就是發現了其實... 這個心愛之,她的手機的秘密,真是很黑的 她最終的第四集,說她的V神是什麼呢? 她說其實,我真是想引起你的注意 而用這部手機扮你妹妹 但是其實,她的理由就是說,因為主角童年的時候很喜歡一套動畫 她就誤會了那個角色,是跟那個主角是一個兄妹的關係 所以她還要扮一個妹妹的身份,去接近男主角 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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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真是想套租,不過你先說下去 她的意思就是說,因為假裝錯了,其實... 不是妹妹,即是她不是有心假裝妹妹的 她是弟弟來的 不假裝錯妹妹,假裝下去吧! 小時候認識她而已,但不是她妹妹 她是弟弟來的 不是,就是她想假裝妹妹,可以讓她代入翻,可以追求這條兒子 簡單來說就是... 可以這樣說啦 嘩!原來就好像等於這個Wish Man Poor Woman,剛剛過去那季的月九日劇 就是女主角就假用男主角的媽媽的名字來搏她的主力 然後就... 第二宗個案 學者那宗個案 然後就說,發現原來我妹妹其實是不存在的 她一開始就說,終於解除了這個心,我追求女方面,我不需要再顧忌 這個是我的妹妹了,我終於見女就追求了 但是,世事哪會這麼理想的啊 即是後果的門間來打開 然後你突然就打電話過來,又是一個白聲桌子 然後就每早上... 嘩!簡直是變態 每早上六點鐘,晨了六點鐘,就打來 打來問你,就是... 好嗨喔! 叫床 叫起床 變態的程度就是什麼呢? 連主角昨天看了什麼,色情書都會知道 好害怕喔 這個OK的 這些是犯罪的 是Docker來的喔,真棒喔 她的原因是什麼呢? 學者就...說... 即是她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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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是她要偷看人 不,她的原因就是這樣的 她聽到主角就常被兩條女兒夾工,沒有睡覺 然後整個機會,逼她早睡不夠 特地去她的保濕度睡覺 她有個很深刻...很... 她也是很刻薄的,我強點... 這也是愛情起的,很重要的 一定要講幾次的 你不如催眠自己 其實擺明就是公口... 不是,哪一刻才能說 剛才... 尤馬所說的 首先就是學者本身就是... 因為她那間餐館的經營開始出現困難 然後她爸爸就叫她要回到美國 不是,她一整天叫她回到美國 但如果經營得好就沒問題 但經營得差 然後她又... 這個學者又知道 她又認識真正主角的妹妹究竟是誰 其實是不存在的 這是不重要的 首先她利用這個機會 接近主角 然後用計叫主角去說 令主角覺得她會不會是我的妹妹呢 然後跟著就是因為這個人 主角就產了一個心態就說 既然這個有機會是我的妹妹 她有間... 餐廳又經營又不善 幫她想想辦法 其實是這個計劃來的 幫她把她的轉規位 不是,因為她說 既然你是某某大社長的兒子 應該幾乎來多了 那這些女人... 那很多是二世祖 不是生產 敗家兒子 都不奇怪 那這些女人 那其實就是... 其實我覺得最簡單就是 她不是期待她的經營能力 而是期待她後面的資金紅樑 隨便扔百多二百萬下來搞定 那其實她的餐廳真的不好 她自己煮這些東西的問題 那最終其實就是 搞了一大堆的事件 最終那間餐廳就轉規為營 我想問這件事件 愛情、喜劇、元素在哪裏 考完我們無容置疑 其實學者不是喜歡她的 然後就說一句 其實學者說 其實我接近你的目的就是 假裝好像跟你有些東西一樣 其實我是想試一下你的 嘩,辛苦了 因為她知道真正的阿妹是誰 因為我認識她的 因為我知道 我就知道你真正的阿妹是誰 不過我又不會告訴你 因為我現在其實呢 我的職責是什麼呢 我就是試驗 看看你有沒有足夠能力 保護你的阿妹 而試的方式就是 看看你的經營能力 夠不夠強 然後我就想 我的經營能力 夠不夠強 跟我的妹 怕你餓死妹妹溫臭屋 但是她是一個大集團的獨身子 怕你敗家敗了要賣妹 哈哈哈哈 這是一個愛情喜劇 你說的 不代表我們的立場 有沒有這麼說 好,然後到第三個案子 第三個案子 就是那個不知道她是學會還是學者 好像都是學者 好像都是 一年級的副會長 一年級的副會長 然後跟著 這次都算了 這次是學校騷擾 這次是學校騷擾 在學校用喇叭說 你阿妹 我問你阿妹 你不知道怎樣 不記得她說了什麼 不是,她的原因是 她的原因是 副會長 其實是因為 她被一個 她的未婚夫的家 威逼她 就是說 無論怎樣 都要搞壞 男主角 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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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死了 然後 在這個 她說到她自己說 掙扎了很久 究竟做還是不做 做又好像很壞 但是不做的話 一下又會影響我家 究竟怎麼辦 在這個時候 發現了一個變聲的電話 然後她說 她那句很刺激的 她說 我在混亂期間 我不知道為什麼 我都收拾了一部電話 然後已經打電話過去 這次很多有錢人偷東西 都說這句 其實我不要知道 她又立了一身 那什麼藉口 那怎麼辦 然後 到最後 其實我也很對不起 然後 男主角 就有一個很寬文的 空襟的原諒 然後她又說 如果 既然你被 那邊為世所迫 其實 你 結盟 其實 我說得粗 她說 你也是為錢 我包你 那個意思 其實差不多 因為她說 你也是因為家族的影響 而被迫 要這樣做 你為世所迫 然後她說 不如 我假裝做你男朋友 我家裏又給那邊有錢 身家地位又高些 即我多些錢給你 那你家裏 應該不會有意義的 那就解決了一件事 那怎麼辦 即是收歸私有化 即是私有化她 即是私有化她 用這個比喻 即是女人也是喜歡錢 即是 這部是一部外情喜劇 所以 一定是喜歡過男主角的 嫁過有錢人 是多少 女士們的畢生的夢想 和事業呢 嗯 對的 好了 然後到了 最後的個案 最後的個案 然後就是 最終是BOSS小倉圍 寶新立 然後就是一個 一開始就 開宗明義 就說 我是你的妹妹 即是我覺得 男主角已經患了 男主角已經患了 男主角已經患了妹妹空 但其實 隨便跟她說 你是我的妹妹 她都害怕到抽筋 怎麼還在說姐姐 沒事 或者 表妹都沒事 一說妹妹就已經 哇 馬上嚇到傻了 其實這件事 我覺得 有個很愚蠢的地方 即是 一開始就 從所有後宮 和所有女同學 就介紹 這個就是我的妹妹 然後 大家就要記得 之前一次意見 學者就說 我試試你 其實我知道 誰是真正的妹妹 即是她明知道 這個不是真正的妹妹 我知道 那一集 其實你看看 學者表情 和阿雅的表情 是最怪的 所以你現在牽涉就想 其實 學者才是她妹妹 不是 但她又 她又不告訴主角 然後就讓主角 繼續蒙在鼓 主角又交 不問她 學者這個就是我妹妹 這樣不出聲嗎 你們 主角交 都不是第一件事 其實我都非常擔心 她整天的集團 都好像河谷那樣 一定是敗家 我怎麼猜 敗家 我都知道是敗家 這麼簡單 後宮 應該要很多錢 這些簡直是 低能的代表 然後 結局 然後 其實牽涉到一個 豪門的恩怨 又是一個 哇 那一集有兩股勢力 一股勢力 當然是勇 不做社長 一股是想拉他下馬 然後小沖 就是拉他下馬 對 就是為了什麼 又是那招 又是令主角新敗明 同一條橋 用幾次 搞錯 這個不同人用 那不行 那你看兩集夠了 不要緊 這是一套愛情喜劇 一套馬舊 最重要是守 沒錯 這是一套校園愛情喜劇 明白 同一條橋 但女兒不同了 然後就說 這個 寶生 就為了 引主角入局 就是 讓他 和他真正的妹妹 搞在一起 是 真的有個妹妹嗎 我經常覺得 這是虛假的一件事 是一個紡紙來的 因為 對面集團 就想找他真正的妹妹 但找不到 就是派一個小沖為族的妹妹 看看有沒有拿出資料 就刮到她 老實說 大學者知道 都是假妹妹 當然 跟一家人 阿哥的質素 阿妹都不會好得到哪裏 其實 為何寶生會知道 她真正的妹妹是誰 就是她妹妹自爆給她聽 嘩 即是她的妹妹 阿阿 即是小沖寶寶 我知道你不是她的妹妹 我知道你不是她的妹妹 為甚麼 我知道真正的妹妹是誰 那是誰 你不要亂來 我爆你 然後 然後 她說了一句話 其實 又說了一兩句話 其實 我也有一個原因 其實 如果 你知道 我 其實我就是她的妹妹 然後她說 不如你告訴我 我們那邊的人 可以全力支援你 去幫你保守這個秘密 然後她就爆了自己聽 其實我就是她的妹妹 那就糟糕了 那時候她爆出來 但沒有證據 她就拿她的DVD信 嘩 我覺得這下真是精靜 拿甚麼DVD 我好想 DNA 人是想說還是DVD 不是她的封信 她的封信 她的封信 留給她 她的封信 其實 其實 這套東西 大家都明白 這是一個校園 愛情喜劇 愛情喜劇裡面的角色 的智商 一向都有少少問題 很多人都是 即是MBA Mentally below average 沒錯 又PhD 又MBA 當阿寶欣拿到這個阿阿阿的那封鐵證如山的 即是她老爸給阿阿那封信 然後 還沒拿到 已經拿到了 那封信之後 然後把她交給了信 拉她落馬的秘書 然後秘書打開電話 跟那個傢伙說 其實 我雖然有封信 但好像證據未夠 他說 蛤 那你還要甚麼證據 其實很簡單 你有封信 然後抓住那女兒 然後在她的口裡搞兩搞 拿點口水來 一驗 就搞定了 那你的證據不夠在哪裏 來一間犯截室 進口裡 拿一封信出來 那封信沒有寫到 誰是真正的妹妹 有寫 有寫 她是她的女兒 已經說了 給了些錢 那些知職 都是她老爸的知職 那入到法庭 我覺得她死硬 都不是的 都要 有不值專家 都可以說你沒有遺產的 對 對 對 現在她還要證明她妹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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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妹一起亂 就跟她說 那你要入學校裡面 我不理 我不理你怎樣也好 你要搞一條女兒回來 蛤 找個老婆回來 搞一條女兒回來 搞一條女兒回來 就說 打總用 不是 她的意思就是說 人成熟一點 穩重一點 當然我不知為何要 結婚之後找女兒 但這是假的 她就要說 你一定要在中學裡 就一定要找到一條女兒回來 你找不到一條女兒回來 就證明你沒有難 證明你成計不到這個集團 證明你BL 是假的 是假的 然後呢 然後呢 到中段裡面 當然說 她媽媽是很能降 很能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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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重要 所以要說三次 對 然後呢 但她媽媽 其實她媽媽只知道有私生類的這件事 她知道 但她不想提 你不要問我 你不要問我 但是呢 她又明知道那個私生女 在學校裡面 但是呢 她前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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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說 跟兒子說 我不管 都好 你在學校裡面 隨便都要選一條女兒出來 但她不包括她 她一定會選到自己的妹妹 其實 但是媽媽是否故意想去選這個私生女 其實我們 深刻的時候的通論就是 她媽媽其實是想特意讓兒子 申拜明年 然後由自己去繼承這個集團 因為遺產沒有寫明過媽媽可以繼承 對 只是寫明過兒子去繼承 媽媽是代理 即是她真是最後BOSS 但是呢 當然去到最後 到她的院會裡面 小昌圍 這個妹妹 兒子帶著五條女兒去附會 六條 是六條 五個口袋 小昌圍六個 小昌圍六個 然後她媽媽又怪咬 她說 找那麼多女兒做什麼 專門找一個 即是埋怨她找得太多 其實她最初媽媽以為她找到一個 已經是 很難度過 你這種屎樣 一個就算了 你找個廖長官做什麼 然後她媽媽又妒忌 為什麼你不搞我呢 對不起 不止代表韓國立場 不止代表你的立場 最終我們偉大的男主角當然是搞不成的啦,搞得成就沒有戲做啦 所以不是能幹的人咯 最終他發現了其實是假冒的,然後就去他面前攤牌 其實老實說,身為一個集團主席,還有一個類似叫做暗部的人 然後跟著一個手磨搏雞之力的小女孩 攤牌完之後還被小女孩一串兩句,然後說我走了 起碼抓住他邊打他兩三回合,然後一下子踢他到垃圾桶 這是一個校園愛情喜劇 所以不會這樣做 你明白,小聰為這個角色要留些事務不在這裏 插枝旗,你會打到殘之後他發不太多對話 插枝旗 做後攻啦就可以 今天放苦歸爭,明天回來 我深藩時都說的,這套東西的套路其實就是 找到妹妹之後就沒得做啦 所以我猜他沒有第二句,雖然小說版呢 其實最後峰迴路轉,我聽聞的 第四、第五年又說,其實又不是她的妹妹 又是剛剛的,大哥 就是這樣扭曲 天道會長就是她的妹妹 其實我有條件去拿這個家產的 問你死明 所以其實呢 阿佑馬,我們看那個時候 當學者扮演這個 她妹妹那時候 她經常說她看HG 你很難不看HG的 她不再發洩,她心裡不平衡 我都覺得呢,很簡單的嘛 跟Mr.X做了就算了,大哥 Mr.X怎麼每天都脫了衣服,脫了鞋子 快點走在床,抬著腳,你還不上,你幹什麼啊你 就是跟Mr.X上了,有什麼事都不懂 你要明白,因為她媽媽下了order 這個簡直 不是,Mr.X在學校讀書 不算的嘛 她叫她在學校裡面挑一條女兒 Mr.X是校外的嘛算是 他有入學的,Mr.X 是那個學生來的 他表明他是寫男來的,大哥 轉性有多難啊 大哥,他忍者啊,屬於 阿佑馬,你的屬性開始發出 Mr.X本來就是女性來的,他女扮男裝而已 他原本是性別 做一個女生,他有多難啊 蛤?是不是真的劇情來的 是啊 其實也是愛情喜劇 愛情喜劇 男扮女裝,女扮男裝 I don't care 真的覺得Mr.X是最棒的 當然整套裡面圍繞著的劇情 就是說 一個問題 究竟她是不是我妹妹呢 就是這麼簡單 嗯,好,下一套 嗯,好,下一套 這麼簡單 嗯,好,好